接下來就是說 用生物多樣型來檢視新聞事件 我大概舉了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聖梅皮的這個例子 然後這個例子是桃園 發在桃園 2000年的時候呢 這個皮糖就已經是 就被什麼填土或幹嘛幹嘛的這樣子 那沒想到呢 它裡面呢 被放進去的都是有補充的東西 沒關係 那因為 那因為那個時候啊 他們辦記者會的時候 師弟法剛碰過我回家 所以呢 我在記者會結束的時候 就特別挑出這個地方來問 因為師弟法 他就是要保護師弟 他能夠提供的一些生態服務功能這樣子 那他明明就是個皮糖啊 那 他有沒有被化入那個 因為那個桃園是三百口嘛 其實以前桃園是三萬口 所以這樣一年 一年少 那兩千 兩三年是 兩千多口嗎 然後反正到最後被化入國家重要師弟 國家僅國家重要師弟做三百口這樣子 然後這個沒有 因為他太早就化掉了 但是呢 我們的師弟法是只有保護任劣的師弟 跟野保法不一樣 野保法是所有的野生工他都保護 那因此呢 雖然他沒有被任劣 他好像不受這個法令的保護 那不表示說他不能保護 所以我在這邊報導一個特別提這個部分 他提到說跟師弟保護的關係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講北翠水庫 他這個部分其實很有趣 就是說那天我們去參訪的時候 那個時候現在的那個環保局長叫劉林勇 他就會提到說 我們這個國際環保局管理趨勢呢 是強調健康的脊髓區 那怎麼樣證明你的脊髓區是健康的呢 就是要擁有完整公布的生態系 所以呢 他們不是把那個 他們不是化為食舌龜的 野生工後都要其行環境嗎 看起來好像他們保護了食舌龜 其實不是啦 是食舌龜幫他們掛保證 就是說你看我們生態系很好 所以我們水很趕緊這樣子 所以這個因果關係 我覺得有必要說清楚 那因此呢 我在報道裡頭就特別強調這個部分 因為那天去他們一直在秀 他們怎麼樣 他們買了什麼樣的設備 所以可以幾秒鐘就可以 怎麼樣監視到誰去透烏龜什麼的 但是我覺得那因果關係 要更清楚的去把它說起 去把它指出來 就是說 其實呢 你這裡有食舌龜 你這裡有健康生態系 是在證明說你的水質真的很趕緊這樣子 好 大概就是 我今天大家講的就是這樣子 如果大家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然後我會把那個 我沒有講的會整理出來再借給安導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還有想要再知道什麼 就是 就是 到底 到底怎麼樣可以一直做生物同性報 然後完全都 完全都不是這個背景 那同時就是大家應該都會有一些類似的 就是我們沒有 在環境或是不管在其他公共議題的領域 可能都不是那個議題 那個 一開始 都是剛接觸 那我們到底怎麼樣去 變成是說 我們可以把這些東西搞清楚 並且寫出來 這可能是需要一些 漫長的過程 剛剛小麻是說 大量的閱讀 每天大量閱讀 湖內外的那種案例 也是一種 可以幫助 那再來是說 就是參加這種 場合 多跟 多認識有 志同道合 互相交流 交換經驗 或是參加其他 有在做環境議題 倡議的聚會 講座 等等 這些 都可以幫忙 我們去 一個是認識 認識 我們領域的 這個 你關心的領域的 其他人 然後他都是 可以提供 他都是 可以提供 關於這個議題的 比較準 或是比較有洞見的 有洞察力的 對 意見 或者私訊給你 那 最後就是要怎麼寫 那怎麼寫 其實我在第一台 也是講說 其實這個沒有 怎麼教的方法 大概就是說 如何去 如何去把它寫成 比較有物識 比較好看 或是比較清楚 這些都是 一直寫 一直寫 補練出來的 那跟念大哥 做影像也是一樣 一直做 一直做 就會對於 影片怎麼樣 更有說服力 會有那種 sense 那種感覺 會更緊 對 那每個人 有不同的 想要 喜歡的 表達方式 那種東西 就選 選出來 你認定了 你就 一直這樣做 都還滿OK的 來 你看 你還不要走 還不能走 還不能走 怎麼 這裡有很多環境遺體 專長 請說 有什麼 那什麼 你有沒有想把 新的架構 內容 都可以 就是那個 新文報的話 一定是要把 我們港運用 可以去那個 然後講解 應該是第一個 思考的方向 像我最近啊 在寫那個 李山倡議的 因為我生物對方 其實要做 永續利用的這個專題 因為今天是永續展望 所以我就是 永續利用 我就用李山 就臺灣李山練習一曲 所以我已經把這個計劃 今年我想要好好的做 所以就是寫一篇李山、李帝跟李函 然後我就把那個架構全部都寫了一個企劃之外 我就開始要寫坊剛 寫坊剛的時候真的是想很久 那你就必須要了解說 欸你就想要寫什麼 你要寫李山 那李山在講什麼 他在乎的是什麼 就至少幾個點你要用很白話的方式去寫這樣子 譬如說我就去問農民說 欸你改變農法之後 你覺得你的農田哪個地方讓你覺得最滿意這樣子 為什麼 然後我就說 欸你們這裡啊 什麼事 大概有什麼樣 每年會辦什麼樣的節慶 是跟這個農事有關係的 那譬如說 我們去那個石湖米的時候 他們就帶我去看那個伯公 他們是客家嘛 那就是伯公 你知道伯公是拜什麼的嗎 就是拜老樹嘛對不對 然後他們就帶我去看他們家族的伯公廟 然後就 哇 每個家都不一樣這樣子 然後那個樹好大一個 那其實李山在講就是這些東西 那你把這些元素拆解了之後 把它變成是一個比較容易去讓對方 就是把它變成一個簡單的問句 然後去問對方這樣子 那當然不要是封閉師的啦 是或不是他就沒得想下去 你就說欸什麼地方最滿意 為什麼這樣子這樣子 就如此類的 這樣會答你的問題 對啊 很多東西都是要靠經驗這樣子 我也是說這一兩年來齁 我才開始慢慢可以摸索到說 怎麼樣去怎麼樣去引起那個話題 然後可以 然後我這次去 成龍啊 我也覺得 也覺得收穫很多 就是 其實我本來要講一個置物性保育 就是說我們常常一開始都跟別人講保育 多重要什麼什麼什麼的這樣子 結果我發現這根本有無效啦 對 所以像我這次去那個成龍 他也是跟我這樣說 他說這些產業他們現在就是啊 當地不是那個地層下限很嚴重嗎 就是跟那個超抽地下水有關係嗎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要引入海水 鹽分比較高的去養殖 然後就是希望能夠減緩 因為地層下限也跟 有一些是天然的因素 不完全是人為的 只是人為能會加劇 那現在他就說 也可以